这个章节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曲线 那么曲线它是跟我们的图形呢 它是同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曲线 它就是内置图形 只不过呢它的应用领域会更加广泛和宽广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些阻止图形的情况下 这是第一个应用领域 第二个呢就是这上面没有的属性 这上面没有的属性 比如说这上面哪一个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 哪一个通道没有的 比如说选择我地面上的灯 这个灯 然后呢我给它一个 我把颜色切换到这个火荷色 比如说Same Y这里没有的 比如说我要从这个 青色跑这个黄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青色跑黄色 那么我们这里是没有Same Y图形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通过曲线 然后呢我把这个 黄色加一个脉冲 脉冲就是从最高值到最低值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Same Y青色加黄色它是一个绿色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跑这个绿色 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零到三百六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两个颜色呢会进行跑灯 那么你可以通过高级编组 高级编组这里面去自己自定义顺序啊 非常的方便 自定完 比如说我现在自定顺序 从三开始 这里从三到九 确定 我自定完自定义完顺序之后呢 重新要重向为零到三百六 分配一下 也就是相当于更新一下顺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在执行我的顺序了 那现在我把它移除掉 再一个呢 比如说调光 调光我加一个曲线 加一个脉冲的曲线 然后呢 相位零到三百六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执行我们的顺序了 然后呢 它现在呢是 有这个余光的 也就是存在光笔的 我们可以把模式改成绝对模式 改成绝对模式 跟凸心一样 默认的是绝对模式 但是这里呢 曲线 它需要你手动去添加去更改 曲线的话 它就是说 你这个灯所有的功能 都可以去增加曲线 那我们曲线常用的呢 就是这个 脉冲 对吧 脉冲 因为从最高值到最低值 这个脉冲是比较常用的 其他的呢 比如说低频 高频 其实脉冲跟这个高频呢 有点相似 它是有点相似的 因为它是从0到最高电频 也就是0到5 低频的话 就是0到 这个呢 具体是0到多少 我们要自己测试才知道 那么平常 一般也用不到 一般用不到 脉冲 这个呢 是最常用的 也是最实用的 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 先暂时忽略掉 等你把前面的精通之后呢 你再去做一个了解 光速 比如说冷静的 冷静你也可以加一个曲线 冷静也可以加一个曲线 然后呢 把这个模式 绝对模式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冷静就已经出现了 响应的速度 这个灯 它响应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绝对就是从0到5 从没有冷静 打开冷静 相位 相位我把它这个改一下 0到360 这个时候它 你看起来为什么会有一个灭的过程 因为它这个冷静 本身跟这个灯 它响应的速度有关系 它在打开冷静的时候 它有一个灭的过程 有一个遮掉光闸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灯具本身的问题 还有很多颜色 这些都可以去增加 好 比如说我现在更改一个色盘的曲线 满充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从白色 然后后面到这个 自变颜色 也就是说它是从 从这个高值到低值 最高值到最低值 O5 它降到0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正符 先把它正符归零 然后呢 再慢慢地去增加 好 比如说增加一个正符 你可以往后面再增加 它都可以出现不同的颜色效果 好 那同样的是通过向位去平均分布 也可以通过高级边组 自己手动去进行分组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其他呢 有速度 中心一般用不到 包括这个正符 方向 宽度 时效 左延右延 跟我们图星的参数 它的结果 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位置回归 模式 渐入 延迟 这些都有 图星的参数呢 基本上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曲线 那么我们讲回曲线 第一个是应用在 设置场景等级的时候 第二个呢 就是图星里面 没有的一些图星 我们可以通过曲线来实现 这是曲线的两个应用领域 然后呢 我们来看 一般 第一个应用领域 它的停止 就是说用来阻止 这个图星停止的 那我们可以 我先把它删掉 删掉一部分场景 然后呢 我调用两个造型 好 这是第一个 保存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给它更换一个位置 第二个呢 然后再更换一个颜色 好 进行保存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个场景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场景 可以再添加一个图星 比如说调光图星 速度一秒 然后再保存 假设我现场呢 是这些设备 有32台设备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需要让它 这一台灯 比如说这个呢 是甲方要求的 临时要求 你照到这个点 然后保持不动 这个时候呢 我现场已经有其他场景 我肯定是要操控的 对不对 我现在 我一旦操控 这个图星呢 就是定住的 这两个黄色的灯 它会受到影响 对吧 受到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我们第一点 是给它设置一个 场景等级 优先级 我们把它设置为 最高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你会发现 最低 最高 OK 然后重新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这个场景 已经影响不了它了 对不对 比如说 甲方要求说 好 在这个点 你把我推上去不动 你其他的场景 该跟拍就跟拍 该执行就执行 这个时候 我松开 去点空 你会发现 它是不受干扰的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对的了 然后我拉下来 它就自动回到 场景原本的状态 这个呢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推一个 有图形的 比如说现在 还有其他有图形的 这个时候呢 图形会对它进行干扰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被这个图形 进行干扰 但是颜色味 就是不变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添加 场景等级之后呢 要把这两个灯 要把这两个灯 我们可以确认是哪一号灯 我们清除 清除之后呢 重新推 重新推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场景用的灯 是这样的 因为它变成了绿色 它会变颜色 它会变颜色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选中 进入曲线 然后呢 我给它增加一个这个 曲线 比如说我要阻止的是 所有的曲线 那我这里 链接 所有 链接所有呢 然后呢 选择一个 让它停止 也就是链接所有的属性 让它进行停止 链接所有的属性 让它进行停止 这个时候呢 我再并入到 并入到我的这个 以通道并入 场景里面去 好 现在推上来 让我运行它 正常不受影响 再运行图形的 也不受影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成功地 去阻止了 所有的图形 然后你又 甲方说OK了 你拿下来 这个时候呢 它就恢复了 拉下来 它就恢复了 再次想要的时候 就推上去 非常的方便 不会对你之前 所编辑的效果呢 造成任何影响 这个呢 就是曲线的 第二个应用领域 那么 除了这一个呢 我们还有 还有其他的用法 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除了这个停止 就是 灯具 不具备 某一个属性 图形的时候呢 去进行使用 所以当你精通了 图形之后呢 很多人习惯性地 去用图形 然后没有的话 再去用曲线 把它拉开 一个应用领域 这个呢 就是曲线 平时的作用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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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